回憶北向內湖路段發生四車連環狀的車禍意外 一輛連結車疑似沒有注意到前方車輛回堵 煞車不急直接撞擊到前方的三輛車 其中一台紅色轎車被擠壓到內側護欄 卡在分隔島上成了一團廢鐵 車上兩人送一之後宣告不治 另外兩輛自小客車車體也嚴重變形 有兩個人受傷 大批消防人員出動破壞器具全力搶救 因為分隔島上這輛紅色轎車被一旁的連結車強力擠壓 幾乎變成廢鐵 但車上還有兩人受困 國道上一片混亂 滿地碎片零件 分隔島上的燈桿也被撞歪 剛剛發生什麼事啊 剛剛發生什麼事 是閃避不急嗎 是因為分心嗎 還是不押 照射連結車下時飽受驚嚇 被帶進警局時不發一語 嚴重車禍發生在16號中午 國道1號北向內湖路段 一輛連結車疑似沒注意前面回堵 煞車不急直接撞擊前方三輛自小客車 強烈撞擊力道把正前方的紅色轎車 推擠到內側護欄 慘不忍睹 車上一對夫妻被救出時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送醫後宣告不治 前方兩台自小客車被這麼一撞 車體也扭曲變形 兩人受傷 警察原因是一部大車因前方回堵 向左閃避撞擊三部自小客車 這起嚴重事故 讓國道1號北上交通更雪上加霜 再回堵約5公里 連結車駕駛恐怕怎麼也沒想到 一時疏忽竟奪走兩條人命 記者為林昭賢台北報導 新美市三峽區上午驚傳瓦斯外洩 當時道路正在進行地下寒管修繕工程 施工單位不慎挖到了瓦斯主管線 造成了氣體外洩 探測還達到了警示值 相關單位趕緊到場灑水搶修 不過在修繕的過程當中 又挖破了自來水管 也讓周邊的住戶長達8個小時 沒水 沒瓦斯可用 水柱不斷狂灑試圖稀釋瓦斯濃度 因為道路施工不慎挖斷瓦斯管線 現場飄散濃濃瓦斯味 警銷人員不敢大意 臨近100公尺全部封鎖 雖然情況還沒有必要疏散民眾 但附近居民真的嚇壞了 有一些就瓦斯外洩流行 他叫理想真的啊 消防車來民生街 當下就趕快跑來看瓦斯味很濃 新美市三峽區民生街 上午傳出瓦斯外洩意外 工程人員在進行地下寒管修繕工程時 不慎挖破瓦斯主幹管線 現場天然氣濃度達到警示值 天然氣瓦斯公司馬上關閉 煮開關搶收沒想到搶收到一半 施工單位又挖破了自然水管 影響周邊大約一千多戶 無水可用 附近居民停水又斷瓦斯 長達八小時真的超無奈 縮性瓦斯外洩沒有釀成更嚴重的災害 只是虛經一場 記者 潘文宇 楊文豪 新聞報導 彰化河美鎮的輔馬鎮日前工人在做工程時 怪獸挖到了一枚約40公分長的衛爆彈 工地負責人連忙叫大家停工 工地主任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竟然就徒手拿著砲彈到一旁的派出所去報案 遠景看了嚇壞了 立刻請陸軍衛爆彈處理小組到場 才鬆了一口氣 來男子手裡抓著一顆衛爆彈 走進派出所報案 男子似乎沒在怕表情超淡定 倒是遠景看了嚇壞 就怕隨時可能爆炸 急忙打電話逃救兵 工人啊 見狀都嚇了一跳 請工人啊 先放置於派出所前的花圃 立即拉起封鎖線 並通報陸軍五支部 衛爆彈處理小組到場 帶回後續處理 炮彈周圍拉起封鎖線 陸軍防爆彈小組 小心翼翼的將炮彈放進防爆坦中 危機才解除 就是在這裡搖到的嗎 掌握河敏鎖鎖鎖線 進行鎖鎖改善工程 外手開挖時 意外挖到一枚40公分長的衛爆彈 下了工地負責人連忙叫大家停工 工地主任不知道怎麼處理 竟然徒手抓起炮彈 走到一旁的派出所報案 嚇壞警鳴 怎麼會這樣 也是把他拿去這樣嗎 不怕說放開 拿一派出所說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以前在做工程 看著這種情形 都不怕掉 鎖鎖鎖工程挖到衛爆彈 工人驚呼還是第一次 因為沒有經驗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才會傻乎的徒手搬動 警方再次提醒 若民眾發現衛爆彈 不要緊張也不要隨意移動 應該立即通報軍警單位到場處理 以免發生意外 接著在人貌彰化唱不懂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的妹妹柯美蘭 今天中午在臉書拋下震撼彈 身為醫師的她首度鬆口 要正式爭取民眾黨新竹市立法委員提名 一早九點多才現身 新竹疑似違建的老家 跟媽媽一起到場 派工人協助拆除 雖然市府查報作業流程還在進行中 但柯媽媽表示她是官我是民能怎麼辦 該拆就拆 過車到車入庫工人一早進行施工 就是為了拆除柯文哲在新竹遭役違建的老家 因為我們要跟誰說 我們如果沒辦法 他是官我是民的 我沒辦法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的新竹老家 被查報五樓鐵皮夾蓋山議場 以及一樓雨遮事違建 雖然醫事府目前規定仍在認定是否設為違建當中 但這回柯媽媽選擇在16號先行主動拆除 要為柯P總統Luke排除可能障礙 而大動作不只這一件 手足柯美蘭也首度松口 有意代表民眾黨參選立委 白紙黑字寫得清楚 柯美蘭在臉書拋下震撼彈 身為醫師的她決定脫下醫師袍爭取參選立委 並強調這個決定不是為了她的哥哥柯文哲 也不是為了自己 而是想為台灣醫療 教育等擴大改革 為從小長大的家鄉盡一份心力 我爸媽都很生氣 我哥哥其實擔心的不得了 是我自己要選的 妹妹 我覺得很奇怪 我說你在醫院幹眼科主任 幹得好好的怎麼一回事 反正黨有黨的程序 照程序走 離正式提名只差林門一腳 柯P兄妹一一披上戰袍 外界反應還需時間觀察 記者徐志謙 新竹報導 說得很好